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唐高老师 那么再感谢你来到我的课堂上 那这是一个新的单元 这个单元的主题是进程 那大家对进程都有一些了解呢 只是在这里呢 我为了在整个课程上面的说明起见呢 那我想跟各位先在这个进程的部分 先帮各位做个复习 那取得大家对于这个术语的共识 那这个进程的英文叫做Process 那么它是在电脑的内存里头 有一块区域 这块区域呢 可以把我们的这个 APP 或者是APP里头的 某些class 或是某些这个module 某些模块 可以把它放进这个区域里头 然后就可以来执行它 那这个可以来执行它 那这个在我们的内存里头 那Android呢 是基于Linux 那么它会在我们的记忆内存里头 分成好多这个Process 有Process1 Process2 一直下去 那每一块区域都可以放代码 都可以放代码去执行 那每一块区域之间 要有相当的这个隔阂 也就是说 这个区域的软件呢 原则上不能直接来调用这边的软件 那同样的这边的软件 原则上也不能直接调用这边 让它有一些隔阂的 那这样的用意是在避免这个黑客 因为这个软件可能是黑客 那这个黑客的软件 如果可以来调用这个系统 我们好人 坏人如果随时都可以来 取好人的数据 那么这个好的软件 就会受到伤害 受到伤害 所以它用Process来把它隔间 好像在这个饭店里头 把它隔了很多间 那这个两边的不能直接 我这一间不能随意的去拿 另外一间的东西 它一定要透过一个正常的 或者特定的管道 就是透过钥匙 然后透过对方的门 然后进去 才可以取对方的东西 所以终究还是 在被允许 在特定的一个程序下 还是可以从这个进程 来取得对方进程的数据等等东西 但是并不是直接的 并不是直接为首亦为的 所以当有这边有跨进程 来这个存取对方的数据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称为叫做IPC 这个是inter的意思 就是这个Process 这个中间这个字 Process 就是Inter Process 就表示Process跟Process之间的关系 像International 叫做国际 所以这叫做Process 跟Process之间的这个Communication 就是通信 通信的架构 所以我们在这个单元里头 要来帮你介绍进程 帮你复习 然后也来说明 在Android里头 它怎么去实现 这个IPC 这个跨进程的通信 所以在整个这一个单元里头呢 我们会来谈 介绍什么是IPC 那在介绍IPC之前 先帮你做复习 Android的进程的基本概念 然后再来 在IPC的通信上 跟这个Android Manifact的文档 到底什么关系 OK 好 再来当有必要来调用 对方的函数 或者是代码的时候 那要透过特定的一个接口 叫做iMind的接口 不能直接的用一般的FunctionCode 不能用一般的这个函数的调用 叫一般的FunctionCode 这是直接的调动对方 这是不被允许的 那么接下来再仔细说明 怎么好好的去应用 这个iMind的接口 然后再来说明 在背后 IPC这个通信 也就是这个接口 幕后 它的一个通信的三个步骤 之后再帮你做实际的范例 来说明短程的通信 跟远程 远程的通信 就是IPC 对不对 IPC的通信 然后这个通信 短程表示 如果是在一个进程里头 这个class呢 class A 那另外一个class呢 叫B 那两边之间的通信 因为在同一个进程里头 那么如果是这一个class A 在这个进程 那么class B 又在另外一个进程 那这两边的通信 就叫做IPC通信 所以我们就来帮你复习IPC通信 所以刚刚已经说明了 IPC通信叫做 Interprocess的communication 就表示呢 它是跨越两个不同进程的 一种通信 就是两个不同的进程 那这边有class A 这边有class B 那跨这个边界的 这样的一个通信 我们就称为叫做IPC 那么一般而言 Android的应用程序 各个类 各个组件 都在同一个进程 也就是说 Android来讲 一般的AP 是以APK套件的方式 把代码写在一个APK里头 那这一个 在这个APK里头呢 可能有包括有ACTIVITY咯 包括ACTIVITY 包括有Service咯 包括上一节课所谈的Receiver咯 有Content Provider咯 对不对 这些 那这些东西呢 一般整个APK 在默认的情况下 它会放进同一个进程里头 所以这个ACTIVITY Receiver Service Content Provider 都会 整个APK 放进这个进程里头 所以这边讲的就是说 一个Android的APK 里头 各个的 组件 各个Class呢 一般 就是默认情况下 都在同一个进程 那意味着 这个之间的通信 默认下 都是属于 这一个 短程的通信 都是属于短程的通信 因为是在同一个进程里头 但是 如果 刚刚有讲 这个字叫默认 就是叫做D4 D4呢 中文就讲 叫做默认 默认 或者是 这一个 预设 预定的 预设的值 叫做D4 所以Android在 预设 情况下 它是 把APK里头的 各个Class 都放进 同一个 进程里头 去执行 但是 如果你特别的 说明 那么 就可以把它 放到不同的 进程里头 也就是说 一个APK 那么 这个 有一个 Activity 一个Activity 有一个Service 那么 默认情况下 它这两个是在同一个进程 但是 如果你特别的 有指定的话 你可以把 这个 Activity 放在这个进程 可以把 Service 放在这个进程 之间 就变成 IPC 通信了 所以 一个APK 就一只AP 那么 可以放进去 一个进程 或者是 跨越 不同的进程 好像是一家人 可以住好几个房间 但是默认下 一家人 就是一个APK 那一家人 默认下 是放在同一个房间 但是 你有特别说明 这个一家人 可以占好几个房间 但是 一个APK 一个房间 只能放一个APK 就是一般的 这个默认的情况下 就是 记得 一个房间 只能放一个家人 一个家庭 一个房间 不能放两个家庭 OK 就是一个进程 不能放两个APK 但是 一个APK里头的 好几个家人 可以分散到 好几个进程 好几个进程 但是这里头 有一个更特别的地方 就是说 如果两个APK 是同一个作者 就签名的时候 是同一个 那么 这个时候叫特例 可以把两个APK 这两个APK 是同一个作者 同一个开发者 那么这两个APK 才可以放进去 同一个进程里 所以相对的 这个远程的通信 表示这个一个APK 表示这个 或是两个不同APK 就是 一个 activity 一个activity 那另外一个service 那这个 这两个service呢 不是一个activity 一个service 这两个class 那么如果分散在两个 不同的进程 那么这中间就是 IPC的沟通了 IPC的沟通了 OK 好 那这两个class 可能同属于 同一个APK 就是 同一支AP 里头的两个class 那也可能呢 这边 这一边属于APK1 那么 这边属于 这个APK2 APK2 这属于两个不同的 APK 那 默认下 当然不同APK 是放在不同的进程 但是 如果这两个APK 是同一个作者 那特例 可以把两个 放在同一个进程 OK 好 那在这里 我们来说明一下 这个 我们这是我们的 手机 我们的手机 OK 我们一开始会下载 在这一个云里头 应用商店 有个APK 那一开始你到应用商店 把它载入到 这个手机 放在手机的 一个 这个 Disk里头 就是一个 像这个 SD卡 这样的一个外储存 不是内存 外储存 OK 那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它启动了 你把AP弄起来 在下载的时候 只用到的是外存 在把它启动的时候 就会 动到内存 当你把AP启动 那么在这一个Android 就会给它一个进程 里头就把这个APK 放进来 这个进程里头 这样子 那这个进程呢 是由Zygote 孵化出来的 孵化的意思就是说 Zygote 在这一个 手机里头 本来就有一个进程 它只是把它复制 把它复制而已 复制出一个 小的 新的 一个process 然后 会一直复制 当有新的AP进来 就在复制一块 就在复制一块 所以就会有不断 越来越多的进程 那么 里头的 就把APK 放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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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手机呢 有很多AP 同时间在跑了 同时间在跑 OK 那由于这个Linux的 安全机制 所以呢 这一个 它在跨进程的时候 因为要透过特别的 像这个转指的 叫Marshalline 的这个动作 所以它的速度 会比较慢 那如果在同一个进程里头 在同一个进程里头 两个模组互相沟通 那么 这个不需要特别 透过这个 转指的动作 所以它的沟通速度 会加快 所以呢 如果你两个class 能够放在同一个进程里头 执行 那么它之间的沟通 就是可以透过一般的方形扣 所以它的速度会变快 但是当你把这两个class 拉开 分别放在不同的进程 那么它就必须 透过这个IPC的机制 因为两个进程 它的位置空间是不一样的 位置空间 位置空间就是 叫做 address space 就是两个进程 它在编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是不是一起编的 它是独立编的 所以 这个位置要互相调用的时候 要经过一个转位置的动作 OK 那如果在同一个进程里头 因为它的位置空间 是从上边到底下 所以 一看就知道了 不需要经过转指 所以它的速度会比较快 这里就是刚刚说明了 它这个当分别 两个类 当分别在不同的进程的时候 两者沟通就属于IPC 它是一个跨进程的沟通 所以它要经过这个转位置的动作 所以呢 就会比较慢 而且 在AP的撰写上面 也稍微复杂了一点 所以 我们现在 接下来 用比较 这个形象的方式 来让你了解进程的概念 所以一个进程呢 就是一个独立的执行空间 独立的执行的空间 就是说 这里的空间的编码 它是独立的编码 OK 那 两个不同的进程 它的 编码的空间是不一样的 所以 这个 它的目的是要确保 这个 在某个进程 比如说 这个进程呢 是好人 这个进程的软件呢 是坏人 它要确保 这个坏人 不能随时来 取得 这个好人的数据 所以 所以这是Android里头一个重要的安全机制 因此呢 我们要了解 这个进程的内涵 就是它的意义 才能够进一步了解IPC 那么 也更能够体会出来 这个安全机制的设定 跟它的考量 在Android的进程里头呢 有个虚拟机 有个虚拟机的对象 这是它比较特别的地方 那 这个虚拟机的对象呢 目的是要来执行我们App里头 Java的代码 因为Android的App里头 可以有Java的代码 也可以有C++的代码 那西加加的代码是透过CPU来直接执行的 那么Java的代码是透过VM来执行的 那 这两种代码之间要透过ZNI 这个 来做一个沟通 来做一个衔接 那 这个我们都是 在 ZNI 我们在下一个大单元里头 会有很详细的说明 怎么把Java跟西加加 把它 两种不同的代码 把它组合起来 让他们可以合作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用图形来说明了 这一个进程这么大 这是一个进程 也就是一个内存空间了 那 里头呢 就有我们写的 这个Java的代码 这是 这是我们的APP的部分 这是我们的 这个 AP 可以讲说 现在 我们先假设我们的APK 里头有包括Java跟西加加 OK 那么 那这个Java的代码是由VM来执行的 那么西加加的代码是由CPU来执行的 OK 那这就是一个进程 也就是说在这个Zygote 刚刚有提到过 这一个Zygote呢 来创建这个进程 在这里 刚刚提到过的 在这里 这个Zygote呢 来 复制一个进程 给这个AP 就是AP在载入的时候 不是下载 是AP在启动的时候 你开启AP的时候 那么 它就会 Zygote会给你一个进程 那这个进程里头呢 就帮你诞生 一个VM的对象 也帮你诞生一个主线程 那还有主线程会用到的MQ 还有主线程呢 会用到的一个Bandloop回圈 那这个都帮你 Zygote呢 就帮你创建好 那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进程 那创建好了之后 才把APK 把它弄进来 安顿好 好像到旅馆去 到酒店去 那么 它会帮你准备 有这个 台灯 那么 有床铺 床单 这个 拖鞋 等你帮你准备好 准备好了之后 才把客人 把它 请进来 OK 这样子 所以 每一个进程 都有一个 这个VM的对象 还有主线程 还有主线程会用到的MQ GroonLoop 管理线程的部分 我们在下一个大单元 也会有很详细的 帮你做复习的 所以每一个进程 在创建的时候 都会创建一个主线程 也会创建一个Loop 也会创建一个MQ OK 那这个 第一个要先了解Loop的用途 因为 会在这个Linux等等 它在创建一个任何一个现成的时候 那就会让这个现成呢 去执行某个任务 执行这个任务完毕之后 那么 这个现成就会被回收了 但是 在Android里头 我们希望 这一个 每个进程里头的主线程 都 永远活着 不要死掉 不要死掉 让他呢 永远 永 活着 那 永远活着怎么办呢 叫他没事的时候 去绕回圈 所以Bandlooper的意义 就是 让这个主线程不要死掉 不要死掉 那在 在这个绕回圈的过程当中 他会不断去看这个信箱 不断看这个信箱 所以我们的user有在UI上面 做任何按键 他就会产生一个UI的事件 这个UI的事件都会 在Android的背后都会把它丢进去MQ里头 然后 主线程 在到回圈的过程当中 都会看到信箱里头 有UI事件 这种信过来了 那么 主线程就会拿来处理 拿来处理 所以 这个主线程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在处理UI的事件 OK 那什么叫做线程呢 我们之后会再仔细的说明 现在 你只要 先了解这个 线程呢 就是 一个 电脑执行的一个顺序 也就是说 一个逻辑上的CPU 在跑 在执行的 在执行 某一段的代码 所以 可以暂时 把这个 线程呢 看成是一个 这个多工的环境 也就是说 这个很多的逻辑上的CPU 在同时就在同时间执行 在同时间执行 好 进程 每个人 每个人进来 每个人进来 在这个自制餐的吧台上面 上面来使用这个吧台 上面来 自己去找这个饭啦 菜啦 所以每个人的执行的过程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线程 那线程其实是指 一个逻辑的CPU 进到这个进程里头 在这个进程里头 他执行这个代码 的一个轨迹 所以不同的CPU 他在执行的轨迹 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每个人 不同的人 进到一个自制餐的餐厅 那每个人 所走的路线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餐厅 就相当于进程 那个菜的吧台 就相当于托管 相当于代码 那么每个人进 人在这个吧台上面 走的过程都不一样 这就是我们的CPU 在执行 这一个托管的 一个路径 是不一样的 每个逻辑的CPU 那这个逻辑的CPU 我们就称为叫做线程 OK 所以他不同的进程 他的空间是独立的 所以这个进程 No.1 P1 P2 你看 都有自己的VM 所以VM是一个类 但是在不同的进程 都各诞生一个对象 记得 这个是一个对象 对象 这个也是 对象 OK 对象 然后这个是一个进程 那这个是线程 所以 每一个进程 都有他自己的主线程 这个线程呢 这个主线程呢 不能跑过来的 线程是不能跨进程的 同样的 这个主线程也不能 跑跑跑跑 突然跑过来 这是不被允许的 为了这个进程之间的 安全的考量 OK 所以刚刚有提到 主线程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处理UI UI的事件 OK 就是这一个在一个进程里头 那么有一个信箱 有一个信箱 有一个信箱 就叫MQ 对不对 然后这一个 有一个loop loop是一个代码 这是一个Program 里头呢 就是线 这个 这里主线程进来 就在这边绕回圈 一直绕 一直绕 因为不绕的话 它会死掉 OK 所以一直绕 在每一次绕回圈的时候 就会来看信箱 哦 所以不断的 在绕回圈的过程当中 不断的去观察 MQ 这个信箱 那这个user呢 来了 那么在UI上面 把它按一个键 按一个button 那就产生这个UI的事件哦 那这个UI的事件呢 就会把它丢进这个信箱里头 那主线程呢 因为在这里绕回圈 一直在观察MQ 所以它就看到 MQ有事件进来了 有信进来了 它就会把它拿起来 去处理 那这个UI的事件 就有被处理了 那user呢 就会觉得很happy啦 我按了button之后 马上有 这个代码 马上这个手机 就会有反应 OK 所以刚才说明了 两个类 是在同一个进程里头执行 那如果 它是在两个 两个这一个类 都在同一个进程 那这个可以用一般的方形扣就可以调用了 就可以调用了 那如果两个类分别在不同的进程 那只有采用IPC的极致了 IPC的极致 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例子 那么如果这边有一个class叫做activity 是my activity的class 这边有一个class叫做my service 这个class 这个class 对不对 那么如果这两个class分别在不同的进程 那么这中间就要通过IPC 就要通过IPC 对不对 那记得 那记得 这一个class 是这个主线程在跑的 它在主线程会来执行 这个class 但是my service 是个主线程来执行的 这两个主线程是不一样 它分别属于不同进程的 所以这两个类在不同的进程 那么它执行的主线程就是不一样 各自进程里头有各自的主线程 这是刚刚说明的 这个UI的事件跟MQ的关系 那这在说明的 就是刚刚所看到的 当两个类分别在不同的进程的时候 它是分别有不同的主线程去执行的 那这就是帮你复习这个进程跟IPC 我们就先休息一下